哈喽大家好呀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钟 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 小吉跟我姨 在外边干着活 然后我姨在装 小吉在打包 这些货呢 都是要给大家发走的 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 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争取天黑之前给他完成吧 我姨还在剥这个木耳 有一个头条上 买了我们家一斤木耳的朋友 收到货了 然后他私信我说 说我们家里边木耳有增重的东西 我我听到这个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木耳 可以看着 我想啊 他说的应该是这种 小碎渣渣小木耳 像这种呢也是 也是木耳的 在木耳采摘的过程中 你看看最底下呢 这不是最底下吗 他说的是这 你看 就是这种吗 他说应该是这种 这种呢是非常小的小木耳 是在木耳采摘过程中 嗯 碰下来的 晒干之后 泡发之后呢 也是木耳的 还有一种可能是 木耳在这个 快递袋里 经过几天的运输 啊 会把这个小尖 小尖给碰掉 然后就会 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啊 我们家也不至于做这种增重的东西 这一斤的量都是给这个一斤一两的 足斤足秤的 嗯 虽然说我跟小吉我们俩是小家小户吧 然后也想挣点钱 但是这个钱呢 都必须在这个可控范围之内的 也没有太黑心哦 小吉呢 打包的是酸菜 前两天的时候都说要 上这个酸菜 结果上了几天都没有上去 一直给审核不通过 哎呀 因为这个事也挺着急上火的 我叔叔刚才放羊已经回来了 嗯 晚上的时候 做点饭吃点饭 今天一天的工作 就要结束了